好了沒 好了沒啊 還不快點回座位 還沒有回座位嗎 坐好了沒 我等到花兒都卸了 我等到牧師的頭髮都擺了 坐好了沒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金鐘主持人 美麗 大方 可愛 漂亮 史上最討人喜歡的諧星 Sandy 吳 珊 如 他們怎麼把我講得那麼好啊 我真是不好意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andy 欸今天有在大地遊戲跟我玩到的 可以稍微尖叫一下嗎 謝謝謝謝謝謝 雖然我很小氣 我小氣到只給你們一張磚塊 I'm so sorry 但是謝謝你們的歡呼 今天是我們巴別塔之戰的最後一個晚上 然後呢你們大概就是平常在校園 應該已經有先看到我的人就知道 其實我已經來好幾天了 這是我人生在舞台後面等最久的一次 我等了四天半 現在終於輪到我 我還想再聽一次歡呼可以嗎 YES YES 太喜歡了 大家在那個PPT上面有沒有看到我個人經歷 有嗎 有沒有一張這樣 有嗎有嗎 OK很漂亮有修圖 今年26歲我畢業於美國的華盛頓大學 我擔任過國中英文老師 然後再來就是一連串的節目的名稱 我做過很多事情 這些東西看起來都還蠻酷的 甚至還有一個創下台灣綜藝史上最年輕的 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獎的得主紀錄 Thank you 我想跟你們講 以上這些如果沒有上帝我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恭喜如果你們也有上帝的話 你們離這個紀錄根本不遠 你們要衝破這個紀錄有點難 但是你們有別的紀錄可以去創造 其實呢預備了很多天然後我一直在旁邊服飾 也有很多人看到我穿得有點邋遢 跑來跑去然後幫忙就是發那個手指燈啊 或者是去大地遊戲啊 或是你們知道這幾天艾文芒果 李唯還有巴克還有你們的瑞 他們的妝全部都是我畫的 怎麼辦呢 所以我剛剛說我是多才多藝美少女這件事情 是真的 是真的 二十六歲一點都不老 但是知道嗎十年前 我跟你們一樣 我就像學員一樣就坐在台下 然後呢歡呼為著台上的敬拜 為著台上的沒有課程我是睡著啦 但是 但是為了台上的敬拜 為了所有的遊戲尖叫歡呼 揮灰灑青春的淚水還有疲憊的青春的霸腿 但是呢我十年前曾經當了這個小隊員 當了大概有四屆的才藝品格營 然後再來我到好像是第五屆的時候 我是小隊服 前年有來參加的可以尖叫一下嗎 這麼多 完了完了 我等一下如果講老的笑話你們還是要笑 可以嗎 好 前年我當的是嘉賓 一直到今年我變成了主持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夢想的故事 其實很多人邀請我去做一個講座演講 要講夢想 講人生 講選擇講勇氣 然後我的所有的那個心裡話都是 哈我才二十六歲 你到底要我講什麼 不覺得講人生講勇氣應該找那種 已經八十幾了 然後在那邊 年輕人 要有勇氣 這種對不對 找一個二十六歲去講到底在幹嘛呢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覺得我做到了很多事情 就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事情如果沒有神我是做不到的 關於夢想 我的人生算是九彎十八拐型的 大家知道我現在是個藝人 但是你們知道我人生的第一個夢想是什麼嗎 如果你現在停下來然後去思考 你人生第一個夢想就說我以後一定要怎麼樣 我要當什麼 你們想想看你們記得嗎 記得嗎 有沒有很荒謬的 有很荒謬的嗎 如果有很荒謬的舉手我送你禮物 好這位紅色衣服的是女生嗎 我看不太到 好來請請起立 直接吼出你人生第一個夢想是什麼 舞者哪裡荒謬啊 好沒關係 我們還是送一件衣服給這位孩子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來 在那在那 你來吧你過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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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